别人家男朋友会做的 你家男朋友都会做 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 像这样旋转一下包起来 用芝麻点缀一下 就可以进烤箱了 180度10分钟 最关键的还是食材的配比 接着是黑米 玩均匀 在戳成球的时候 干 这个调料的配方和小时候的味道一抹 别人家都是三菜一汤 我家就不一样 找一个大盒子 准备500克的红灶 煮好的红灶又露手捞出来 用之前打好的枣泥 冬酱料煮去腥 剩抽二五两体 还能做个酱料 密质配方在屏幕上 这个酱料一定要做的多多的 超过瘾 和还有一张挑战卡 那么既没有男朋友的 也好找闺蜜动手 剪至两面焦黄 然后